主要就是只有這麼幾行 它可以讀取什麼?讀取一個 一個檔案叫MEMBER 這個MEMBER.tst是什麼來的? 其實你可以直接從這邊按右鍵 P1上面按右鍵新增檔案 那這邊可以叫什麼?MEMBER.tst 然後去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因為它裡面打開是空的 那你可以再把什麼? 把那個我們的資料 可以從什麼?從剛剛的 下載有沒有 這個下載下來不是會有個CSV 按右鍵有個編輯嗎? 你可以把這邊Ctrl A Ctrl C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複製呢貼到貼到哪裡呢?貼到MEMBER裡面就好了 貼過來上禮拜應該是這樣講 當然你也可以講說老師那可是我如果不是要貼 我可如果假設我希望把整個檔案搬過來就好了 我幹嘛要貼對不對 第二種是那我可不可以乾脆我就直接指定某個路徑給他 因為我下載到那個我的下載區裡面 我不要搬來搬去 我假設要用 這邊是用相對位置 所以相對位置是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嘛 我就不用指定 在什麼C冒號斜線什麼哪個資料夾 那可是我現在 我要直接去指定某個資料夾怎麼辦 有幾種做法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接著來看 也許就是延伸性的 上個禮拜大概就是這樣啦 用TST 然後直接放在這邊 直接讀取 那因為呢 我們預設的encoding 預設的喔 因為我們現在環境在Windows 預設他是用CP950 所以如果你今天直接 沒有加這一行 我們原來是沒有加這一行嘛 然後呢要把它讀 讀取的話 我有講過 因為剛剛那個ReaderLine 只能讀一行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要一直往下讀取的話 剛剛講的是這個ReaderLine 如果你剛好是一行 就一列啦 那你就用ReaderLine 可是問題你有很多行啊 會員資料裡面呢 有不止一行嘛 所以我假設我今天呢 讀一行之後 我還要往下 往下 那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就不能只是用ReaderLine 你可以換一個方法 叫 Fall回圈 如果說你有很多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用 這個 Fall 這個Line的話 是我們自己取的一個 變數名稱 你可以 用In F的物件 這個F就是檔案物件 裡面呢 他就會怎麼做呢 先幫你把第一行的東西 先讀到Line裡面 然後你把它print 這邊我只有 清除後面的這個換行 因為呢如果你沒有清除換行 他會多換行很多次啦 所以我把它清掉 最後把它close掉 類似像這樣的做法 我們把它讀 這個把它讀一下 按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他告訴你說 你的這個什麼呢 什麼 unicode的那個decode 他說這個 CP950 沒有辦法decode 這個你現在 意思說我 他裡面 內建預設的是CP950 他沒有辦法去 因為那個編碼的位置不同 所以他無法解析 你 讀進來 因為是UTL8 編碼的位置不同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 在後面再加一個敘述 逗點 加個encoding encode coding code加ing encoding 這邊會出來 等於什麼呢 雙引號 裡面就放一個 UTF 1- UTF8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思是說 那你不要用CP950 幫我讀資料喔 那你用什麼呢 用UTF8的方式 幫我讀讀看 可不可以 其實基本上 我講過了 其實目前知道 Python裡面 最大的問題 編碼就是一個是 非微軟的 一個是微軟的 非微軟的 這幾乎都是UTF8 微軟的幾乎都是CP950 這個 其實主要就是 微軟感覺 比較不合群吧 好不好 他就是 所以大概有 只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我們把他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 他基本上 就可以完全 把它讀進來了 有沒有 那他是怎麼讀呢 就是 一行 有沒有 放一個在Line 然後呢 再把它print出去 print出去 再換下一行 再換下一行 這個end 等於空的意思是說 幫我把後面的東西清除掉 因為後面有一個 CRLF 啊 意思 有沒有剛剛有沒有 我們給你看 意思是說把那個後面 CRLF清掉的意思啦 因為他在最後面 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清掉的話 變成怎麼樣 假設你不加這一行 他執行過之後 他就會多 很多的 換行 一堆換行 這就是 不是我們要的嗎 OK 所以大概 這個好像上禮拜也有demo過 但是有一部分沒demo到就說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我不要 因為member這個.tsd 是我貼 我貼上來的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下載的檔案 假設你們剛剛不是去 從那個什麼的 從我雲端上面 的哪個地方呢 範例檔 我們範例檔裡面有這個嘛 我不是說請各位 幫我下載那個CSV嘛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喔 檔案的下載 這個是 Google上面的 試算表啦 他這個Google試算表的好處是說 他可以讓你去下載很多種格式 甚至他可以發佈到網路啦 因為就是說如果你是Google試算表 也可以自己來做網路的來源 等於是你自己可以做開放資料 不過後面我們還要講 跟網路有關 現在還沒講到 那 這個地方你可以下載什麼 Excel檔 也可以下載 CSV檔 對不對 那你下載下來之後的話呢 我是把它下載到 這個下載區裡面 因為你下載之後 他理論上會放在這裡 那你怎麼樣 當然我們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 要不怎麼樣 就直接拿到哪裡呢 拿到我這邊來用 那特別是喔 如果交過一招 這個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把這個檔案呢 放到我們這個 套件裡面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拖拉 那特別是郵標 不要亂放 放到這邊 放開 他就會怎麼樣 自動幫你把那個檔案 放到這邊裡面 因為他是按IVCD往下排 他一定會排到最下面 那你如果要讀取他的話 很簡單 直接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按右鍵 我的習慣是 重新命名 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複製一下 因為如果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如果你自己打那麼長一串 很容易打錯 而且裡面好像又有空白什麼 有的沒的 好複製之後呢 再把這個路徑呢 把它蓋過 這個檔名蓋過 那接下來我們來讀取看看 有沒有辦法讀得到呢 一樣全部讀完了 這個換行我們如果把它加上去 豆點 在他的後面的那個 END 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 這樣的話呢 意思是什麼 幫我把後面這個換行拿掉 試一試看 OK 這個地方的話你會發現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直接搬啦 他這招還蠻好用的以後的話有個檔案你要 就不用再像剛剛建議 之前建一個那個 TST然後再貼過來 直接來可以拿 另外一種同學說 老師可是 我的通常我的檔案 都沒有放進來 我都把它直接 我希望 他可以直接幫我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路徑 我路徑現在在哪裡呢 我的習慣是會按右鍵 在編輯就是那個路徑那一列上面按右鍵有個編輯 編輯我的路徑 那我現在是放在C冊號斜線 的user 什麼user這一串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直接存取你可以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 直接就到這邊把它貼上 有沒有 他是 C冊號斜線的user的 download 這邊記得再加個反斜線 OK 意思就是說呢 我 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絕對路徑 這個是絕對路徑 剛剛是相對路徑 OK 那但是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直接執行 按個OK 你會發現 他會產生錯誤 有沒有什麼錯誤呢 他會跟你講說 你這裡我看不懂 這個路徑我看不懂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來呢 上禮拜 有同學 就同 就 就 分享了一招 這招還蠻管用的 回去真的很認真 他就每天在爬文嘛 Google一下 爬一下 爬一下 對不對 他後來 因為我看蠻多的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有一招 而且這一招還真的Google不好找 還蠻少人會講的 因為大部分因為 很多人在開發Python 都是在Linux下面 不是在Windows下面 所以呢如果你在Windows下面的話 那你就記得 你就很簡單 在這個路徑的前方 有沒有 直接加一個 小R就可以了 加個小R 本來不行對不對 就這一招而已喔 這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就這麼一個小R 可以改變什麼呢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絕對路徑呢 讀取呢 也就不會有問題了 OK所以這一招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加個小R 之後呢 絕對路徑呢 也可以順利的讀取了 OK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大概就是把 那個幾個 幾個重點 跟各位做說明 然後 加了這個 就可以讀取 另外如果說 假如 這個是讀取的方法 假如如果你要 換成 我們剛剛用Excel 把它轉成CSV嘛 也就以後呢 如果你想要把你Excel的檔 未給 Python用的話啦 但你又不用後面講 後面會講說 怎麼用 一些套件 才能存取 如果你不想 你就直接把Excel檔 另存新檔 存成CSV 但是你這個CSV 你要 假如我現在換 讀的是 用Excel另存的檔喔 所以你只要怎麼把這個改一下 檔名本來是 Google下載的 我現在把它改成用Excel 另存的 但是encoding特別注意喔 像UTF8 你現在把它執行 它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 他跟你講說 你的編碼方式我也找不到 有沒有 所以其實 很簡單 如果你是用那個 Excel另存的啦 encoding這個敘述可以拿掉 為什麼 因為它是CP950 所以以後如果你的Excel檔 你要直接位到 Python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另存新檔 CSV 直接用這種方式喔 有沒有 然後路徑的話 如果要絕對路徑 加一個讀取 然後把它全部讀進來 這個地方就全部讀進來了 OK 這樣就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大概 重點喔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1你可以直接用拖拉的 這個檔要拖 放進來就可以 2的話呢 如果你路徑要放這邊 你可以按右鍵編輯 這個路徑 然後可以怎麼 直接就是 在這個地方 加上它的路徑位置 記得這個 這個斜線一定要出現 重點就是這個R OK R怎麼找到的 你還記得嗎 PBT裡面 PBT 你不是在Google裡面找到 Google裡面搜尋 找到PBT裡面 OKOK 好好 那這個畫面的話 切換給各位一下 也不錯啦 同學回去 可能一直try 可能有個問題 Google裡面有時候 會有一些答案 但是有時候 你找半天 還是找不到答案 這其實 有時候找 我後來發現 真的找 Google的東西 可能你還是要有相對應的經驗 因為如果沒有經驗的話 亂找 可能 其實明明答案就在那裡 但是你就看不到 所以有些東西 其實我 偶爾也會 到Google找一些東西 但是我不是亂找 或者我乾脆就直接 鎖定我要找的東西 直接到那個 一個 一個叫國外的網站 叫Stack Overflow 那個網站 那個網站 其實他那個 討論的就蠻多的 可是都是寫英文的 是真的啦 可是那些上面 程式 可用的程度 其實也相對比較高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還有網路上分享的 很多都是舊版的 2.x的版本 程式 有的時候你拿過來 沒有做修改 也是不能執行 所以有的時候 這裡面可能 還是蠻多地方要特別追 還是多多要花一點時間 練功 然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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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